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能够在这里能够有这样的荣幸可以见到各位 然后我也不知道大家要说什么 应该 这次大家都在尊折 打赖他们尊折 能够接受法卖 然后所以呢 我也觉得很随喜 然后呢 借这个机会呢 那我能说的呢 又没有什么太多话了 应该是说 有时候呢 觉得佛陀就是开始八万四千法门 那我们的上师 我们的法师们也常常都在 都在讲法 所以呢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 反而我们修行人自己呢 好像做得不够多 不是说我们没有 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有些人说 好像有点说 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具德的法师或者善知识 或者他们也没有接受足够的法教 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啊 其实我觉得可能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把这个修行 或者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佛法 或者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佛法 在实际的生活里面 不运用或者不修行的话呢 可能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像 或者说啊 有时候可能 好像自己做得挺好的啊 可能所有的这些借口都放在上师 或者说什么 你想说 我觉得 我觉得 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啊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像我这样的 但是 所以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最重要的 还是把佛法带到生活里面 把佛法的精神带到一个实际的情况当中 因为如果在实际的情况里面 或者真正的 真实的生活里面 嗯 你还是没有进步啊 还是老样子 也没有什么进步 也没有提醒自己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 这可能不算什么修行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面 我们要提醒自己 然后呢 尽量的啊 可能 呃 这个 所谓的这个improvement 但是 这样的一个成长 或者这样的一个进步啊 它也不是那么快 但是呢 我们要不断的去提醒自己 不断的去练习 不断的去练习 我有时候跟 有些人说啊 这个佛法的修行 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修行啊 嗯 它有点像 不是现在某些人所认为的 很舒适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现在人呢 在城市里 他们很繁忙 很烦躁 所以他们在周末的时候呢 要去一个 有点像是 精神的resort 精神的这样的一个 我也不太能忘记啊 然后呢 他们把这个佛法有点像 当成它是一种精神的按摩 就是 帮我们疏通一下 舒服一点 精神啊 烦躁的这样的心 让它就是 打开一点 这样 其实呢 佛法的修行不只是说这样一个舒适的一个东西 可能有时候 佛法的修行不是很舒服的 修行 不一定是让你感觉 刚开始的时候啊 不会让你感觉很舒服 或者不会让你感觉很容易 也不会让你感觉很简单 可能会让你感觉很辛苦 可能啊 你平常习惯了 你平常啊 就是有点 已经很简单的啊 已经习惯了 很简单 然后佛法的修行 你敢开始佛法的修行的时候 你要改变一下 你要反过来做一个事情 那个不是很容易的 平常呢 你可能啊 一些小事情就发脾气 那 开始修行佛法 那你得想要调整一下 想要就是 不要那么生气 但是你已经习惯了 生气 所以 叫你不要生气 不是那么 也不是那么自然 你可能要 可能有时候付出一点代价啊 付出一点努力才能可以 才能可以成功的 所以呢 我觉得 佛法的修行 或者精神上的修行 它就像是一种 磨裂啊 它是一种 有点像军队的实战 你有实战的经验 比如说 不是说你 坐在这个佛堂里面 打坐的时候 或者这个念经的时候 那时候的那种感觉 佛法谈的不只是那时候的 短短时间的一个经验啊 它讲的就是有点像24个小时 或者你的整个这个人生 佛法讲究的是一种整个人生的意义啊 整个一个24个小时的这样一个意义 那这个呢 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 或者水准的话呢 那你要把所谓的这个修行佛法 不能只是认为也是那么短短的那个时间 比如说在那个佛堂里面那个短短的时间 你要把整个时间都要包括在这个修行佛法 当然 我不是说把修行带到生活里面 这不是说你要把一些宗教的一些仪式或者一些法器带到 很多人变成这个佛教徒啊 尤其是有点啊 他有点这个跟那个尤其是密宗 藏传佛教有接触的那些人 他们开始呢 会带很多奇怪的东西到家里啊 可能那些家人都从前没有看过的啊 什么那个嘎巴勒骨头啊 那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些法器 这些仪式啊 带到这个生活里面或者这个家里面 我觉得也可以啊 但是这不是重点啊 主要是把这样的一种佛法的精神 慈悲 智慧 这样的一种精神 这样的一种力量要达到生活 因为我们知道啊 生活里面有各种的问题啊 尤其是在我们的自身的自心上很多的 祈福 有很多的烦恼 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波动 所以呢 我们用佛法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当然不能说啊 佛法是万能的啊 有什么 因为有些认为啊 自己生意做得不好 那接触佛法 那接触一些方式 可能做自己的生活或者这个生意变得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这个也是 当然就是有可能了 但是这不是佛法修行的主要的目标 为了生意兴隆去接受佛法 我觉得这个有点 那个就是 那当然身体不好 有时候我们就是这个 physical 这个外在的身体不好的时候 那我们也是要就是接触一些这样 但是这也是 但是真正的是什么呢 真正要修行佛法的这个目的 我觉得是 嗯 治疗心病啊 这个 治疗我们的这样 自身的 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烦恼 所谓的贪嗔吃烦恼 这是主要的目标 因为它是主要的目标 所以你要修行佛法的时候 一定要达到目标 不是说随随便便 或者捉摸作样 一定是要达到 达到目标 所谓的就是说 听到一个法 或者学到一个法 都用着这个治疗烦恼 调伏 调伏这个烦恼的 对治烦恼是 所以呢 嗯 所以呢 我们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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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祖师说 哎 可能也不是祖师啊 好像 比 反正好像有一个大德说过啊 说 这个 善知识啊 所谓的这个 精神的这个导师 或者精神的老师 啊 啊 一个是 外在的啊 一个是 内在的啊 那外在的意思是什么 外在的那个精神导师 或者精神上的这个老师 那他就是 所谓的我们认为啊 就是我们能看得到 听得到的那个 那些法师或者善知识 上师 上师们都是外在的善知识 那所谓内在的善知识是什么意思呢 内在的善知识就是 直接来说的话就是自己 啊 啊 啊 因为 这个外在的善知识啊 他 可能会说啊 取舍之道啊 什么 哪些东西是该就是要放弃的啊 哪些东西该就是接收的 他会教导你 但是真正实用的人是谁啊 就是自己 如果自己不实用的话呢 那个外在的 我们可以就是 呃 那个外在的老师 或者外在那个善知识 没什么用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 理应外合或者这个 这个有点像是外在的 内在的善知识 都圆满具足的事 才能 那个外在的善知识 才能 也可以利益到这个 自己本身 那自己 所谓的自己 或者所谓的自己 也会变成一个 巨德的弟子 所以呢 这个师徒的关系 所以呢 这个师徒的关系呢 主要是在实修 真正在 把修行实践在生活里面 真实 真实的 这个情况当中 这是我觉得 这个重点 所以 所以呢 虽然我今天 不知道说什么事情 应该是说 我刚刚从外面过来 然后 头昏脑 脑障 而且不是很清楚 所以呢 随便说了一些话 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那最后呢 这次大家能够 抽空一点时间过来 过来看我 那当然就是这个 我应该要 感谢各位 感谢大家 然后呢 我会 切这个机会呢 能够 祝福各位 身体健康 然后 恭喜发财 就不需要了吧 身体健康 然后 万事如一 谢谢 谢谢 谢谢